HELLO 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是 天降的騷擾案 千里內的執著 聽不懂沒關係 重點是就是按希臘的昇華 差點講成潛人解放 昇華 目前是昇華第一階段的一個狀況 他是要消六粒以上按符石 那我們就是 先把這個符石稍微整理一下 基本上現在是有超過六粒了 我做多一點 因為我相信應該在後面的關卡還會用到 不過昇華一應該難度也不難 可以稍微注意的一點是 右邊那隻是 進化錢的 他給你的是進化錢的 9顆以上 1、2、3、4、5、6、7顆而已 難度是要把它錯開 這個可能是比較難的一個部分 當然最簡單我們就是用這個 聊天將 哎呀 他就一直降好了 一直降 手動疊珠啦 用手動疊珠的方式 這個 這個我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不然等一下GG在這一關也是 蠻 蠻歐的吧 1、2、3、4、5、6、7、8、9 又9顆了 過我還是想要多出一點 剛好9顆耶 直接出手好了 不然等一下GG掉 我怕天將甘霖 才第一關就 就好像有點 鹹鹹的感覺 這該不是12顆吧 我想 真的是12顆 那就用剛才的方法好了 其實是很難的 基本上不難嘛 喔 小微跳 1、2、3、4、5、6、7、8、9 9顆而已耶 想要湊12顆還不是這麼簡單的齁 1、2、3、4、6、7、8、9、4、11 11顆 我先消一下好了 12顆 代表目前都要全消 2、3、4、5、6、7、8、9、4、11、12 所有暗數都消到應該就沒問題了 那我建議希臘的話是5顆5顆一起疊啦 那基本上現在也不用什麼5顆 就是整排給他灌下去就對了 整排灌下去就對了 因為他會天降 對 好這個一階昇華 看起來不難 稍微小心一點 是怕天降把你的暗珠消掉 我以上這個打法 給大家參考 我等一下再為大家這個 測試昇華2的部分 拜拜